现在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纸张吸水性测定的一些测定 它又叫纸张表面吸水性又叫可薄吸收性测定 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先要首先做的是取样 这是可薄取样器 咱们也是配这个吸水仪用 吸水仪它原理就是 就是没有就吸水后的重量 浅去吸水之前的重量 就是它的表面吸水重量 先我们来取样 把纸张放上去 这样会有样 这就是没有吸水之前的重量 把它放在填饼上撑一下 2.42克 这我们来看我们的吸水仪 首先这里有个插销 先要拔起来 它就可以转动了 转动之后 炫开 这个桶里面我们要加入水是100毫升 我们可以在量杯里面倒100毫升 倒100毫升之后 直接加到这个桶里面 加水之后 然后再放上我们试一样 放上试一样的话 要把要侧的一面先下 放上去 然后把散压把压紧 顺上翻手 一定要炫紧不然会漏水 炫紧之后 擦一下把纸 给它进60秒 这时候我们秒表开始及时 到45到50秒的时候 给它拉起来 稍微立一下 把60秒之后 我们把它拉起来 把60秒之后把它拉起来 立个10秒钟 立个10秒这时候 好了之后 把它打开 把这个我们的药的紫样 取出来的时候 首先把下面先准备 就把它下面放上 你的吸水滤纸 在下面 把我们纸张拿出来 把吸水的一面向下 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吸走 就是意思 然后上面再盖成一层紫样 然后用我们的滚轮 往反的压一次 这多余的水分给它吸掉 这时候再拿下我们的纸样 这里面有多余的水分了 放在天表上撑一下 这2.76克 那这张纸的那个吸水重量 就是2.76减去2.42 它就是0.34 它的吸水重量就0.34 它的纸越 它这个吸水值越少的话 就说明这个徒步越好 它就越不容易湿 越不容易吸水 这就是纸张吸水性的测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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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